黛玉死前在房中放的两罐茶叶 贾母瞧见后 暗暗感叹自己命不久矣 贾母为何会有如此感叹呢 黛玉房中的两罐茶 又预示了些什么 今天母鱼君带大家走进红楼梦 看看贾母的悔恨 在旁人看来啊 林黛玉的悲剧 是贾母和王夫人造成的 他们执意让宝玉取了宝钗 结果害死了黛玉 让宝玉和宝钗也不得善终 贾母对此有没有后悔过呢 黛玉房中的两罐茶给出了答案 那黛玉房中的两罐茶又是怎么来的呢 黛玉那两罐没喝完的茶 由来啊在第25回中 这回中宝玉因为打闹 不小心烫伤了脸蛋 因此不愿意出门 黛玉见不到宝玉 便去宜红院探望 正好碰见凤姐和宝钗也在 四人便坐下闲聊了一会儿 凤姐管家便问起 前些日子给各院茶叶的味道 刁嘴的宝玉立马就说 味道不怎么样 然后宝钗也附和着说味道不好 凤姐自己也说 茶叶的味道啊不如以前的 黛玉却觉得那茶叶口感不错 宝玉见黛玉喜欢喝 就说自己院中剩下的 让黛玉拿去喝 凤姐看得出 宝玉很喜欢黛玉 等宝玉说完后 凤姐便打去黛玉 喝了贾家的茶 怎么不给贾家做媳妇呢 古人常以吃茶 逼做女子受聘 后来凤姐打去黛玉的话 在整个贾府传开 众人都觉得 宝玉将来娶的女子 一定是黛玉 除了这个场景 宝玉和黛玉在茶仪式上 还有一个场景有联系 便是在《红楼梦》62回中 贾府庆祝宝玉的生辰 凤姐操办了酒席 宝玉和黛玉坐在一桌吃饭 饭后 习人端着两盏茶 一盏给了宝玉 另一盏想给黛玉 但宝钗和黛玉坐在一起 还没等习人送出去 茶呢 就被宝钗先一步端来竖了口 他还没把喝完的半盏茶 递给黛玉 习人见状 想给黛玉再重新弃一盏茶 但黛玉拒绝了 说自己身体不好 不宜多饮茶 喝剩下半杯便好 这就非常奇怪了 明明黛玉身体不好 不能多喝茶 凤姐送的和宝玉送给她的 黛玉却收下了 直到她去世 都没喝完那两罐茶叶 这两罐没喝完的茶叶 究竟寓意着什么呢 贾母看见后 竟还说自己活不长了 这就要看贾母 对外孙女黛玉的感情了 林黛玉的母亲 是贾母唯一的女儿 贾敏呢 也只有林黛玉这一个女儿 所以贾母对这个外孙女 是非常疼爱的 她怕黛玉失去母亲后 无人照顾 专门将其接到了贾府照料 贾母将黛玉接到贾府 真的只为照顾吗 贾母再见到黛玉第一眼 喊的是心肝肉 听说黛玉身体不好 就请来京城最好的郎中 贾母表面上说 是因为心疼黛玉 才将她接来照顾 其实啊 精明的贾母 还有另一个目的 那就是 想让黛玉嫁给她的宝贝 孙子宝玉 让贾林两家再度联姻 黛玉到贾家后 世事都与宝玉有关 她的住处呢 也和宝玉扯上关系 贾家那么多房间 贾母偏让宝玉给黛玉藤房间 就是想制造他们相见的机会 最后宝玉因为觉得麻烦 没有给黛玉疼住处 贾母才另给黛玉安排了住处 这个精明的老太君 想让宝玉和黛玉 迅速培养出感情 日后呢 她好提婚事 而之后的发展 也满足了贾母 宝玉在和黛玉相处的过程中 慢慢喜欢上了黛玉 宝玉将来想娶的女子 也是她的林妹妹 只要是关于黛玉的事 宝玉都非常紧张 林黛玉身边的丫鬟子娟 曾和宝玉开玩笑的说 黛玉明年就离开贾府 要回苏州去了 宝玉听后很是不快 气得四处乱跳 生完气又坐在一旁发呆 她舍不得林妹妹 就连做梦也梦见 有人要来接走黛玉 后来呢 还跟着黛玉生起了气 贾母称他们是冤家 但不是冤家不举头啊 可见贾母一直都是 看好宝玉取黛玉的 贾母曾说过 宝玉日后的妻子 不求家境有多好 只要端庄大方 在长相上能和宝玉匹配就行 林黛玉的家境算不上拔尖 但是呢也不差 相貌上完全配得上宝玉 怎么看黛玉将来都会嫁到贾家 王熙凤看出了贾母的心思 所以她打去黛玉说 喝了贾家的茶 怎么不给贾家做媳妇呢 因为王熙凤的打去 贾父上下的人都知道了 宝玉和黛玉这段姻缘 贾父的人都看好这段姻缘 但是啊 只有一个人不乐意 这人就是贾宝玉的母亲 王夫人 她反对的理由 是觉得林黛玉身体不好 而且久治不遇 这要是和宝玉成亲了 日后传宗接代都是个问题 所以王夫人觉得这桩婚事不妥 对比病弱的林黛玉 王夫人觉得她的外甥女 薛宝钗会更加合适 宝钗要长相有长相 要家事有家事 为人处事也比黛玉机灵 王夫人的想法虽然很有道理 但是有些不人道 贾母是支持宝玉取黛玉的 为何后来也改变了主意 因为王夫人说动了贾母 让贾母放弃了最初所战的宝玉黛玉 转而支持宝玉取宝钗 也就是说贾母也介意黛玉的身体 虽然之前说不在乎宝玉 索取之妻的家事 只要相貌匹配就行 但是呢 到关键时刻 一切都变了 贾母为了贾家利益 放弃了林黛玉 选择了薛家薛宝钗 只为宝玉能传宗接代 贾母和王夫人这样选 虽然没有错 但他们没有问宝玉愿不愿意 也不在乎黛玉的感受 最终害得黛玉狠狠而终 黛玉死在宝玉的大婚夜 贾母得知后 心疼黛玉的同时 也抱怨她太傻了 虽然贾母没有指出自己的问题 但她心知肚明 黛玉的死 和她的决定脱不了关系 宝玉取了宝钗 黛玉心灰意冷 抑郁而终 更让贾母羞愧的是 宝玉和黛玉之前的感情 是她当初一手促成的 不是她的安排和纵容 黛玉对宝玉的感情 也许不会那么深 那宝玉取宝钗时 她就不会因为想不开去世了 贾母是害死黛玉的推手啊 虽然贾母的做法令人气愤 但是换位思考 她也是无可奈何 贾母也想让黛玉嫁给宝玉 但她又不得不为家族考虑 很多事中难两全 黛玉死后 尸体被放在消香馆 贾母去送别时 哭得泪不成声 她为黛玉整理遗物时 更是堵物思人 眼泪控制不了一点 她看到黛玉房中的 两罐茶叶时 露出了难以相信的深情 黛玉的身体不好 是喝不得茶叶的 想到这里 贾母更加自责了 她将黛玉接来贾府 是想好好照顾 却没想到 黛玉生存在复杂的贾府中 要学习生存之道 凤姐给的茶叶 她明明喝不了 但还是留了下来 凤姐问她茶叶的味道怎么样 她却说不错 黛玉本可以在林府 无忧无虑地做大小姐 到了贾府 却要学得世故圆滑 不然在贾府的日子不会轻松 别看黛玉的身体柔弱 但是她的性格是坚强的 很少在外人面前展现脆弱 就连心爱的人娶了别人 她也是一声不吭 默默地死在了房中 贾母恨自己没能多关心黛玉 没能细致些 要是她细心些 会不会黛玉就不是这样的结局 想到这里 贾母联想到自己 她也老了 也经常病倒在床 已经是半斤入土的人了 对贾家的掌控也变弱 贾府也如她的身体 没了往日的硬气 逐渐地走向衰败 她再操劳下去 也会和黛玉一样 因为身体不是离开这人世 贾母从黛玉的命运 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黛玉的死加重了她的忧虑 所以贾母说 自己将命不久矣 果不其然 贾母在黛玉病逝后不久 也离开了人世 在很多人看来 贾母的死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却不知她内心的忧虑 贾母觉得对不起黛玉 看到她房中的两罐茶 更是羞愧难当 心中欲结 所以活不长了 黛玉和贾母的死 也预示着贾家的结局 最终会走向灭亡 我们下期见